现在很多年轻人在他们结过婚后都选择出去过两个人的二人世界,根本不会和公共婆婆住在一起,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明白婆媳关系很难相处,刚结婚住在一起肯定不会有婆媳之间的关系,但是时间长了,总会有那么一天,婆媳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发生了变化。 但是如果选择不住在一起,偶尔会回婆家一趟,也会使婆媳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维持得很好,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搬出去住,这篇文章是我最近所看到的。 故事中的男人,他和他的老婆结婚的时候,感情生活非常好,两个人也相处得非常融洽。 刚开始结婚的时候,婆婆就提出来条件说,婚后希望他们和他们居住在一起,因为自己的老公是家里面的独生子,没有女儿,所以想把自己媳妇当成女儿一样去看待。 但是,媳妇自己心里清楚,怎么可能不发生婆媳关系呢? 于是,她强烈要求自己的老公不和母亲住在一起,老公也想到了这一点,于是他们在婚后结婚没多久就搬出去住了。 我和老公搬出去住了,但是我们的孩子却有婆婆和公公去带着,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每天忙于工作的原因,没有时间。 去照看孩子,只能把他们送回爷爷奶奶家,但是我随着时间的流逝,自己的老公最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突然对自己变得很冷淡。 于是我辞掉了工作,安心地待在家里面,直到有一天回到婆婆家在吃饭的时候,感觉婆婆和老公之间的行为有点和往常不一样。 她把我老公喊到了他们卧室里面,和她谈话,我因为好奇,所以偷偷地在门外偷听。 原来我的婆婆这么对待我,把我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,我却没有体会到这一点。 原来我老公最近对我很冷淡的原因是因为她在外面有了小散,但是我的婆婆知道了,就和她说,当初我让你能搬回来住的原因就是害怕这一天的到来。 你永远都是这个死性子,你老婆是一个好女人,她一心维护着家庭,你却做得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。 如果你不和外面那个女人断绝关系,我从此以后不会再认你这个儿子,在我眼里只有我的儿媳妇和我的孙子。 当我听到婆婆所说的这段话时,我真的很感动,我没有想到婚后没有和婆婆住在一起,她却一心在为我着想。 想想这么多年,我都没有尽一封孝心,从来没有给她买过一件任何东西,也没有像别的儿媳妇那样去照顾着她,在她生病的时候,我也没有回来照顾她。 我觉得现在想想自己所做的真的很过分。 听到婆婆和老公的谈话,我心里顿时间觉得很难过,眼泪不经意地流了下来,当婆婆打开门的时候,我还站在门外, 我一把搂住老婆婆,跟她说了一句,妈妈我爱你,这么多年是我不懂事,一直在做一些和你抵抗的事情,只求你能够原谅我。 婆婆听到这段话后,慢慢地对我说,你要明白,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,在我心中,你就是我的女儿,没有儿媳妇之间的区别。 我真的把你当成了我的亲生女儿一样,她现在做了一些背叛你的事情。 我和她说过,如果她现在不按照我的意愿俱众,我会和她断绝母子关系的,我不会让那个女人进我们的家中,除非等我死了的那一天。 通过这件事情,我才明白,原来婆媳关系也不是很难相处,只要我们两个人心与心平等地对待这个家里面,就会很和睦。 不要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情而去变得无理取闹。 婆婆也是妈,她也会像我们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,没有哪一个婆婆会想让自己的儿子和媳妇之间闹得不愉快,他们总是会顾全大局。 其实在生活当中,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儿子做错事情的时候,他们不会去责备自己的媳妇,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向给自己的儿子。 因为她知道,你的老婆在没有来到我们家之前,在自己良家,他们都是在父母的掌上明珠来到我们家,却要照顾我们一家老小的一时住行。 他们真的很不容易,所谓家和万事兴,只有用心去对待一个人,她才会用心回报你。